两位前副首相在法庭会谈半个小时 一决邀请一党加盟 壮大在野党 前副首相慕尤丁 基本上就是跟我国的其中一个舞弊的案件 所以他就可能退下未来 而这个慕尤丁呢 今天就出现在法庭 和另外一位前副首相安华会面了 是的 继上个月的那个世纪握手之后呢 前副首相兼这个土著团结党的主席呢 慕尤丁 今天就在法庭和人民公正党的实权领袖安华 趁着安华出席法庭的审讯的时候呢 就去支持安华 然后也和安华会谈了半个小时 那他们谈了什么呢 是安华呢 其实在案件审讯完之后呢 就披露说他和慕尤丁今天谈的一个重点就是 要和伊斯兰党协商 协商要和伊斯兰党协商 怎么看一看在下一节的大选呢 壮大整个在野阵线 然后以一对一的方式来对抗国阵 其实慕尤丁也说 他到法庭是要给予这个安华精神上的支持 不过他自己是不愿透露两人会谈的内容 不过安华已经透露了 所以他们没有讲好 到底要不要对外透露 不过安华今天呢 这两个人会面之后呢 引起了就是执政党马华的一些关注和不满了 是的 马华宗教和协局的主任郑联科就质问 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目前已经声明 希望联盟会邀请伊党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那么行动党的立场是什么呢 到底有没有人考虑过行动党的感受啊 现在他就说人民将非常有兴趣知道 行动党要如何在支持者面前的 继续装扮成无辜者 因为希望联盟呢 里面包含着公正党 国家重信党还有行动党的 那如果安华代表着希望联盟要和伊斯兰党谈合作的话 之前呢他们已经说好了这个行动党是不会和伊斯兰党 有任何的瓜葛也不会合作 绝对不会和他们再有任何的一个亲密的合作关系 但是现在以这个状况来看 看起来行动党 即使有人不在乎他们的感受 他们也是要自己跳出来 来表示一下他们自己的一个意见吧 是的 那政理人员就说人民其实正在等待 行动党呢重现已故日落洞之虎卡巴兴的雄风 他当时呢就坚决的向他们表明说 行动党绝对不会支持伊刑法这个立场